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KX看股 今天是11月12号 今天我们要看大局了 首先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课程写好了 两年 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写好了 ok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 我们看看这个视频 你玩股票 还是股票在玩你 刚才那个投资者亏了300多千的马币 80多千的美金 我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的课程已经写好了 我们进去看看 ok 如果大家要知道课程里面有什么东西 第一就是他有15集的这个视频 我已经做了视频 15集已经录了放在网上 你可以拿了那个密码 你可以上网看看100次50次 1000次都可以 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这个不像平常那些教学 你上课了回来 你只记得20% 你上了8个小时的课回来 你只记得10% 20% 这个你不明白 你可以一直重温重温 一直看看100次 很多东西全部都有 我的功夫全部都有 在这边趋势线 竹台 通道 突破 基本面 mcdx 自动盈利 最重要你要学这个自动盈利 我的kf自动盈利这个方法 止损什么都有 然后我有一个 秘密的这个 投资这类 这个是长期 长期 长期的投资这类 这个我自己用是包赢 我自己用是很好用的 这个 反正要长期 这个是长期的 这个你有很多 EBF钱 你拿了EBF钱 你看看开始要投资 你不要一下就去 你要分一些钱 分一些在这个 长期投资 一些在这个短期投资 还有就是 我的这个自动盈利 这个投资策略 还有就是 我会跟你安装 smart mcdx 跟这个自动盈利讯号 还有 of course 有两小时的sum class 两小时sum class 就给你 问这些问题 你看了我的这个 首五个视频 你不明白的 你可以来这个sum class 问啊 ok 这个sum class 啊 会 一个月 会做一次了 大家可以进去 问这个sum class 在那边问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 大家才是五千到十千的东西了 不是 这样多东西 这样多东西 ok 五千到十千 你知道我只是做给我的 我的这个 我的观众 我的这个youtube的观众 这个我不忍心 charge你们十千块 你们大家都是在学习 全部人都是在学习 这个只是999 999是不用考虑的 不用考虑的 你999年还要考虑 你只是才 你只是才学到功夫 你要学十千块的功夫 十千块他也是教你 分分钟也是教你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很多师傅他讲他是free的 free他教你这边 free的他教你两级 他讲是free 然后再下来这边 才要charge你五千到十千 ok 这个价钱你不用考虑 你不用考虑 你要 你要考虑改制 这11月罢了 12月呢 这个价钱会回去 1688 因为这个是special offer 999是太便宜 太便宜special 我的观众 没有课程会 就给999 记得联络我 018-392-3129 这个whatsapp号码 你可以whatsapp我 ok of course 要添下表格 我会 那个表格给你 或者你可以去tradingwks.com 或者可以去我的facebook 可以去 那个视频 你看我的youtube视频 那下面呢 视频上面呢 他会有那个 那个表格给你填 记得018-392-3129 现在就注册不要等了 999罢了 999 ok 拜拜 ok 都讲了很清楚 这个课程 真的 你找不到 因为 这么可以 这样可以抓到999 就是 我花很多功夫 全部东西搬在网上 也花很多时间 也要花钱 全部搬在网上 如果我是做课程 我已经 我已经去check了 要租这个 租那个 这个cost要7-5千 5千 7千 因为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要找人帮帮 要租 cortel 这个那个 这个钱 你不值得给 你不值得给 现在什么东西都上网 有什么问题 有zoom class 有freemask app 还有你 还有 我做了这个video 这个视频 首五集 你可以一直再重温 你上课 你能去收多少 上课 你听那个 本来你已经蒙擦擦了 你刚刚要shade tool 你蒙擦擦 去到那边 那个 那个老师讲 你还过蒙擦擦 还过mcc 回到来 都不知道 学了10% 20%的东西 这个链 你可以给你看 这个链 我给了你那个密码 你是不是看了 你看了100次都不用紧 你一直看 你看看 看到你懂为止 你不懂 可以在zoom class那边问 ok 这个 真的不用考虑了 你 999 你错过了 改次 改次 你 你多两天 可能你就 那个 你没有功夫 可能下一个头子 你就去 999了 下一个头子 你都没有了999了 闪个眼睛就没有了 好像刚才那个 那个大狼师傅 大狼师傅 大狼师傅 转一转 差不多400千 没有了 ok 不是这样子玩的 玩这些东西 不是这样子玩的 要 要看市场 情绪 要看 会看危险 会看 这个 机会 还有 会看历史 全部在里面 我也不要讲这样多了 号码在那边 ok whatsapp 注册 ok 那我们进去讲我们这个 今天节目 今天节目 ok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不要忘记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ok 跟我炸炸那个like 跟我分享 跟我comment 所以现在market 可能是年尾的反弹 年尾反弹 不要有点功夫去追 追那些 那些反弹股 CGSMB 开户口 不要忘记啊 马来西亚其中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ok 连接在下面呢 可以玩国际的 可以玩国际 不是只是马来西亚 不料啊 看看别的声明啊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 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道 研究 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 期货商品 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我们看看今天 看看国际先 ok看一下铝啊 ok铝那天我有讲了 ok铝正在反弹啊 ok正在反弹 你看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个 diamond这个 啊 钻石然后他有突破了 看来他有机会 ok有机会冲上去 啊 so铝那天 你看pnb take p matter也是有 开始反弹了 你看他有红色动力也来了 smartmcdx ok 红色动力来了 看来有机会这个 看下铜 OK铜啊 铜很强啊 OK铜突破了这个 突破了这个主力 看来铜也是要反弹 OK铜反弹 科技有机会了啊 你看铜这个红色动力也来了 也蛮多了 超过25% 看来很不错 啊 我们看看还有 cpu 啊 cpu呢 他有点主力在这边啊 这个中油 中油我们的那个 啊 专家也是报告了啊 他的价钱 差不多到4500左右 我优过了啦 现在已经去去到 那天已经去到 4400多了啊 4400多了啊 4400 啊 4 4 4465了 那天去到这边啊 ok 所以现在呢 可能也许 不会再起了啊 你要你要小心看看啊 这个已经是 他已经起了 不想没有机会 暂时他还在这边横盘 他没有跌破3965 证明他 还是ok 他如果他突破 4465呢 证明他还会 还会 还会冲上去 证明他很强啊 诶 暂时我看他正在 正在横盘 应该会再横盘 一阵子啊 ok 呃 看科技 那斯达尔 Nestek Nestek呢 他突破了 11596 这个很重要 他能守在这个 11596上面呢 他应该是 那个牛应该是赢了啦 他这边 牛熊争斗啦 争斗争斗争斗 ok 一路来 一路来 他一争起来呢 都是那个 牛熟的 那个熊赢 熊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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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呢 看来这个 这个牛赢了 暂时短期他是赢了 ok 所以现在呢 你看一个秤呢 那个秤是牛那边比较重了 现在 牛那边比较重 不是讲 100%他会大充起来 暂时他 他已经是牛开始赢 啊 他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阻力 就是一千 啊 120千这边有一个大的阻力 还要 还要是 如果他突破这边 也许还可以上到120千 暂时牛是开始赢了啦 牛是开始赢了 我们看半导体指数 这个 SOS SOS SOS很强 哦 他的这个投兵间 他突破了 看下投兵间的目标 啊 到在哪里啊 看下投兵间的目标 突破 差不多到了啦 所以他差不多到了 啊 就是这边左右啦 啊 这个 这个 这边 会有很大的阻力 啊 暂时你看到 红色动力 也来了啦 暂时不错 暂时不错 看来他很有机会 回到来这个 2800 可能2700 2800 到2800 暂时他短期 OK 暂时他是 反弹是蛮强 哦 看他有没有突破啊 我看看这个 我看看这个他有没有突破 OK 在这边 在这边 他刚刚要突破 OK 他刚刚要突破 刚刚要突破 他能再冲上去 看来他突破了 这个大点通道 啊 有机会 OK 有机会啊 继续反弹啊 但是他有 OK 本来他差不多跌到83 他还没有到83 有有有支撑 他上去暂时还OK 他正在横盘 他不强 因为他这边有个双铁 他冲不破这个93 他冲破93 就很美 他要去100 他暂时还没冲破 但是钢铁 钢铁不能啊 钢铁指数一直在跌 啊 看钢铁价钱也是不美啦 一直在花就下 啊 中国啊 上海钢铁指数呢 就还OK一点 但是还是在下跌通道啦 还是还是在下跌的这个 这个啊 啊 模式啊 看不到动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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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看看这个指数 啊 看看澳洲 澳洲指数很强啊 澳洲指数很强 commodity commodity很强啊 啊 commodity的国家 商品啊 做些商品的国家啦 很强啊 反弹 OK 看日本啊 日本是科技啊 哦哦 那本就差一点点啊 然后日本差一点 他有他也是 他也是慢慢的上吧 他不是太强啊 OK 日本不是太强 他也是上吧 他不是太强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 马来西亚 哦 呃 呃 KLCI KLCI 一个大缺口 冲上去很强 把它创造这个阻力 这个阻力很重要 1468 OK 他冲不破 暂时他冲不破 他必须要冲破 这个1468 1468 很重要 他冲不破可能双顶 会跌回下来 因为你不要太高兴 哦 暂时啊 7.7啊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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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啊 CPI 7.7啊 啊 距离 2% 美联储要的目标 还是很远的啊 这个不一定 美联储会 调底那个seed 啊 因为 因为 他现在他不 他不行动呢 他 现在market已经讲 他们行动太慢了 他现在不踩油呢 他没有机会的啊 看来是要跌了 他还 还不会踩油 我们不知道 现在应该有一个空间 因为12月才是下一次美联储开会 现在到年月尾有一个空间去玩了啊 等靠近美联储开会的时候呢 market又可能那时候又有恐惧 又可能有 有专家出来讲哦 那个 那个通货本价还是很高 这个那个哦 然后那个market可能又会慌张吧 暂时ok 然后暂时还ok 暂时有一个空间 到年尾有一个空间 到这个11月的月尾有空间 玩了啊 有空间玩 这个看来有机会回来啊 他突破了1468 他又很有机会继续重做上去了啊 他突破了1468很重要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就是1552 就是那个通到顶左右了啊 通到顶左右 看他能不能突破了啊 暂时ok 我们看一个星期图 一个星期图很美 为什么呢 我们看讲一个Dawgy 这个没有方向的蜡烛 ok 下一根蜡烛是青色的 证明他牛是赢了 他下一根蜡烛是红色 牛这个熊赢了 暂时看来啊 一个星期图 牛是赢的啊 牛是赢 本来你看他也是创到这一个主力 1468很重要 1470啦 他很重要 他必须要重破啊 他必须要重破 他不能重破 他有危险 ok ok 看这个 看 看英国 英国呢 也是慢慢的上 但他暂时ok 暂时ok 但他的趋势还不是很好啦 还是在一个下跌的趋势 还是在一个 还是在一个下跌趋势 所以他有小小的空间 冲上去 把他压力蛮大 德国很美啦 德国突破了 德国突破了 你看啊 德国是突破了 德国突破了 ok 德国很美要冲着上去 德国上呢 ok 通常德国上美国是一起的啊 一致 德国呢 是早一点的signal 他是 他是比中国 比美国早嘛 对嘛 早半天嘛 他的signal呢 通常他 他冲呢 美国都 晚上呢 很高巴仙 晚上美国都是跟着冲的 有时他是伪 就是冲完了的时候呢 他就是伪生了 他就是伪生了 他 他 他 如果他还冲 今天美国 跌了 他就是 冲的那个伪了 明天开始 他就跟着美国跌了 他是 他是 跟美国差不多一致的 ok 那史达 看了啦 很强 我们看S&P美国 S&P很强啊 不错他突破了3920 看来他要去通道顶啊 有一个小窗口 啊 看看这个 啊 道中 道中也是突破了通道 看来他不错 他有三 他有一个主力 很大的主力在这个 34194啊 看他能不能重破 重破就很美 继续继续要去啊 他看 暂时他是突破了 这个通道 看来不错 看来 看来Market是很强的啊 ok 啊我们看比特币 比特币呢 因为那个FTX啊 FTX啊 bankrupt了啦 现在他去发我啊 申请bankrupt了 所以现在呢 比特币呢 在这个16000跟18000这边 他跌破16000这个底 你看妈妈大孩子 你小心看啦 妈妈大孩子 他跌破妈妈的脚了 他就完蛋 他应该要回来12000 10000到12000 如果他再跌破10000到12000 就是4000到7000 我觉得4000到7000 那应该没有这样大的机会 我觉得10000到12000 很可能是底 啊 这边捞一点 这边捞一点 啊 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底 把安全这边捞 如果你是玩比特币的人啊 本你要知道比特币是很大风险啊 好像那个FTX FTX他收档啊 政府没有去救他的哦 他不是银行哦 他不是银行 他不是 啊 这些啊 政府啊 怎么样讲啊 政府控制的啦 政府控制 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啊 你倒下来 银行倒下来 那个 所以啊 那个 可能会救他嘛 对嘛 这些是没有的啊 这些是全部是死人的 所以他倒下来 那天摆念要救他 然后又讲没有了 所以他就完蛋 所以现在谁敢进去买 加密货币 没有人敢买了 你也不敢 塞浪 你的钱不钱放下去 因为他一倒了 你就是完蛋了 跟你讲啊 他的那个 交易中心一倒台 你就是完蛋了 现在讲 在问题 新闻出来讲 现在有哪一个 哪 现在他讲很可能 啊 某一间 啊 看了这个FTX倒台 某一间公司都很有 每一间加密货币公司都 啊 这个交易中心都有可能会倒台 这样的 这样的那个 那个啊 新闻讲出来 这样讲 这样的话题拿出来讲 谁敢玩 现在暂时啊 看来他一定要 这是机会啦 他不倒 他不跌 我们没有玩到 没有找到机会了 要捞底 要捞底 他跌多一层 10,000到12,000 如果他跌来这边啊 你要玩 他跌来这边 10,000到12,000 他弹回上去 12,000 也许可以试一点 啊 如果他再跌下来 再捞多一次 啊 如果是跌去3,000 我不敢讲了啊 我 我不觉得他会跌破 4,000到7,000 这个已经是很低了 不 世界上什么事都发生 不 不仅 如果跌破了 如果你 你捞到4,000跟7,000 是很便宜了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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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4,000到7,000啊 如果你捞到7,000啊 他回去45,000啊 你已经有500% 哎 500% 看清楚啊 500%他去回48,000啊 啊 专家讲这次 可能他可以 上一次他去到60,000 罢了 这次他有机会可能去到100,000啊 100,000 你在你在你在 你在 7,000了啊 你你觉得啊 他去50,000 你已经有 有600%了啊 600%啊 啊 你要搏了啊 这个啊 因为跟你讲啊 这个会倒台的啊 会倒台的啊 我们是用LUNO啦 LUNO 暂时我没有听到什么问题啦 LUNO 是政府 政府啊 SC 啊 合法的啦 所以SC批准的啊 是不是这些 啊什么 什么啊 啊 外国的不知道啊 外国叫什么 underground 地下的那些啊 underground OK 所以这个是政府批准的啦 应该不会倒的啦 这些啦 我们没有 不 世界上是没有 没有100%啊 OK 所以这个呢 你要玩 12,000 老一点 这边老一点啊 Ethereum也是啊 Ethereum也是 以泰坊也是啊 他有一个通道这边 他跌破了 看来他也是要继续跌啊 他继续跌 他有这个 这边有一个支撑 1032 他跌破1032 再跌多一层再老了啊 Linecoin也是啊 Linecoin暂时 他有一个上升通道 他也是刚刚 跌破把它 把它弹回去 Linecoin比较强 然后暂时他还OK 他还没有什么打底 SRP SRP也是OK 他没有跌破底 他没有跌破支撑 但是还OK 最重要我们的 我们要看是看比特币啦 比特币是 大哥啦 比特币去哪里 Ethereum Zcoin XRP就是跟着去的啦 OK 比特币这样子去 其他的 虽然他能 短期 他能谈一下子 长期他会 迟早 他会跟回比特币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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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方向的啦 迟早 他会跟回比特币的方向的 所以 OK OK 我看美股 苹果 我 在研究多一轮他的图 我看到他开始做了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 OK 三角形的底 如果你要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调整 三角形是一个调整来的 你就在这个底埋 卖这个顶 卖这个顶 要冲上去这个顶 我觉得很难啊 很难啊 在这个 政府 美联储 起序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再做更高峰 我不觉得他能做更高峰 最高 啊 在创高峰 我不觉得他能啦 啊 OK 除了美联储开始 真的是开始 啊 放底那个seed 啊 啊 现在我觉得他能去的是156 164 169左右 他现在反弹 他有做个双底 看来他有机会回来这个169左右 突破 不是讲不能 但是我觉得不能 不是讲他不能 我觉得不能啦 除了那个美联储开始调底那个seed 啊 现在他要调高 怎么样 你怎么样讲他 那个 那个 啊 那个 啊 如果本仗暂时慢慢的跌 他还是在调高 他不是在调低 还是在调高 啊 只是慢一点罢了 他还是在调高 慢一点罢了 AMD不错 有一个大反弹 他有主力在这个这边 75 68 75 有主力 他突破了68 75 他就很有机会继续上 可能可以上到来这边 上到来这个高 103 他这边有一个主力 你要很小心这个主力 这个主力很小心 暂时全部在反弹 Amazon也是在反弹 Amazon有一个很大的主力在这边 这个要小心 他不强 因为他他跌到蛮厉害 他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主力 突破了有机会慢慢上 他不能突破 完蛋了 101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没有灵魂了 没有 没有马云的灵魂了 所以他 阿里巴巴真的 他没有马云 真的很难 你看他 你看他跌到 跌到 他他上市在这边 对吗 上市在这边 87 左右 从上去 现在他跌到 还低过他上市的价钱了 还低过他上市的价钱 上市的价钱 他 真的没有马云真的很难 没有灵魂 他也是跌破支撑 不能啊 暂时啊 我没有讲他 忘记讲这边 他跌破了这个78支撑 很难 Google Google也是跌破了 这个很重要的支撑 106 他他应该可以回弹 but 我觉得他会 会塞在这个106 这边啊 ok grab grab 他可能做了一个底 这边 这边一个底 2.23 2.23 you shall not pass 每次创造这个底 他能反弹 这次应该他能去到3.3 啊 3.3 或者3.89 左右 Intel Intel 有反弹 他也是有很多阻力 ok 30到33 这边很大阻力 他突破了这边 也许他可以回到通道顶 ok 回到这个 这边 37 或者 40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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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知道他最新的报告 他的净利跌了50% 啊 他的利润跌了50% 这个很难啊 顶多给他回去 137 我觉得Microsoft Microsoft也是他有背离 有点背离 应该有点小反弹 他也不是太强 我觉得他会塞在这个252这边啊 会卡在这个252这边 这个有很大的阻力 ok NVIDIA不冲 NVIDIA突破阻力 看来他要去这个179 跟190 他还有 他有空间跑 如果他突破 190到179 这边呢 他应该还长期他要飞 特斯拉 特斯拉 那个Elon Musk 卖了一点特斯拉的股了 因为他要 要那个钱买Twitter 对吧 所以现在他在这个通道底 有可能小反弹 他不好了 他一直在慢慢的滑下去 这个 但是不好 没有看到背离 不是太强 Twitter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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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化了 Visa 不错在通道顶 他突破通道顶 还能飞 Joom KD Woods KD Woods 在这边买 KD Woods 在这边买 开始上回去了 KD Woods KD Woods 香港的女股神 是 very阿 KD Woods 倘苦神 GD Woods 這次 美国的女股神 南股神 是巴菲特 女股神 我们看建筑 建筑没有动力 本地板块建筑没有动力 下跌通道 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动力推他上去 看不到工业 工业不错 工业有突破 看来他要去186 179有个主力 我不觉得这个179能顶他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去到186 有一个空减丸 小盘 小盘还ok有点动力 冲上去小盘看来有动力 双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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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没有下到来这边 下到来这边才是算是三底 这个这样子下到来这边才是算三底 一二三 他没有 这个是算一个一个底 两个底双底双底双 ok他还没突破景线啊 景线在这边啊 他暂时把他 暂时他的动力是不错啦 Alessia在50上面是不错 是不错 有上升动力啊 你看看中止 中止 中止还ok 中止他在这边 啊有一个反弹 V型反弹 ok看来他 Alessia在50反弹 有机会继续上 中止还ok 中止他下一个阻力在这边 71 他必须要突破这边先啊 突破这个 6954 6954他突破了他应该还能上来 这个7193 7193 或者更高一点 但是还ok 还ok 他没有 还有支撑 他这边做了一个支撑 V型的支撑在这边 啊 所以暂时他还ok 金融金融没有这样好了啊 因为美国 如果美国没有没有 没有很积极的启示呢 本地可能马来西亚也不会很积极启示 都对他 这个新闻对他不是很好啦 把他还有冲上去一点 把他也跌回下来 他整个盘是在横盘的 其实啊 ok 看来这个暂时不太看好 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个通过膨胀不是很强 医疗 医疗呢 他已经突破了 这个1718很重要 我讲了1718很重要 1718很重要 但问题是他做了一个 啊 Evening star 做了一个这个啊 啊 啊 旁晚的星星啊 Evening star 英文叫做啊 一个下跌的蜡烛在这个 然后有一个缺口 有一个缺口 这个是不好的 有一个缺口的Even star 看来很有可能他会跌 如果下个星期能撑在1718上面呢 他应该还很强还要起 我们等他下个星期能不能呢 能不能升 ok 电信啊 科技 科技他有大反弹 科技他有一个阻力了 啊 科技还有一个阻力在这边 啊 科技有一个阻力 他还没突破啊 ok 就是这个 这个通道顶 ok 你看创到这个 就是61.68左右啦 他这个阻力啦 他突破61.68 他看他看来他要回去67 还要等到一点点 看到 看下星期一美国能不能继续 他的动力 他能继续 这些应该可以继续去 好 我要等一下子 电信 ok 电信不错 电信有一个反弹 把他也是这边有一个阻力 6601 暂时呢 他 阿雷塞突破 我说看来他有机会 冲到601 通到顶 通到顶 看来ok 短期 ok 交费 交费很大的动力 把他很大动力冲上去 把他有个570 有个阻力 他能突破了570 看来他就有一个大空间 去到这个585 585 人员 ok 人员 人员他700 有这个阻力 有这个支撑 撑他上去 ok 看来有机会去740 啊 有机会去740 啊 暂时还ok 啊 他的这个 他他他 他现在冲上来 在这边弹回上去 他已经做了一个 支撑 撑他 ok so ok 暂时ok 他有支撑了 房产 ok 房产 ok 房产慢慢的上 不是很强 but ok 看来他短期有一点动力 不强 水电 工艺品 工艺品不能啊 工艺品冲回电 再跌回下来 看他不动力不大 他动力不大 logistic logistic那边那天 retrack 给他搞一搞 跌下来咯 现在又冲着回上去了 暂时他是上升的 暂时他是蛮强的上升的 建筑讲了啦 没有什么动力了 ok ok 课程好了啦 不用不用去不用飞机 啊上上升不用飞机 KL不用飞机 hotel上课 在家就可以上课了 你在美国 然后你在马来西马来西亚 你在沙巴 你在新加坡 也可以上了啊 这全部是网课 手机电话也可以看 啊 电脑也可以看 手机电话都可以看很简单 然后科技啦 现在全部都是科技啦 所以有科技你就不用负担这样高了 ok 我也不要刷你10千块了 现在这样的行情了 ok ok so啊 记得 ok 018 392 3129 Whatsapp我啦 ok 然后我会 给那个form你填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 然后开始 学了 看了这些 我就上课 然后我会跟你安装这个 Smart MCDX 跟这个 这种unit讯号啦 ok 还有一个币密啦 币密给你们知道 这个长期币密 ok 拜拜